指揮中心在公布 確診護理師一家的活動足跡 除了前一天公告的桃園南門市場 案八六五的護理師先生 也曾經到過周圍的四個店家 吃飯購物 而至於案八六五護理師的女兒 除了在摩斯漢堡 陶傑A7店上班 一月十六號下班之後 也曾經跑到麥當勞 桃園三明店來用餐 確診護理師一家活動足跡 除了先前公布的桃園南門市場 案八六四護理師先生 一月十二號曾到過廣德海鮮餐廳 待了約五小時 十六號去了台北大廠 歐阿米耍消費 再跑到芙蓉拉購物 隔天十七號在一品金湯豆漿王 待了一上午 至於案八六五護理師女兒 除了在摩斯漢堡陶傑A7店上班 十六號也到過麥當勞 桃園三明店用餐 確診者足跡越來越廣 衛生單位不敢大意 平時人潮眾多的南門市場 二十號再次大消毒 並休失一天 但店家很無奈 一定會擔心的 這正常的 那我希望大家都是把自主管理做好 然後這樣的話 以後大家同心協議來走過這一段 應該很快就會過去的 有一甲子歷史的桃園南門市場 受疫情衝擊 預料生意大受影響 國安委會雖然加強宣導 民眾和攤商全都戴口罩 但民眾擔憂還有尾包蛋 也表示會減少到南門市場才賣 讓攤商大探這個年難過了 記者傳訊成立峰 詹淑雲桃園報導 到處